大学即将开学 帕维德拉即将离家去上课 让他放心不下的是弟妹的网课 帕维德拉的新生 被马六甲瓷器职工听见 特别送来一台二手电脑 让妹妹能安心上课 开心 开心 我很期待 瓷器帮我们很多 所以我要读书好好 拿到成绩好好的成绩 因为之前我没有电脑 现在有电脑可以上课 可以做功课 全部可以 看到妈妈工作辛劳 两姐妹从小就领取 刺激奖助学金 她们不只懂事乖巧 学业成绩更是优异 我不要给我妈妈麻烦 我妈妈做两个工 不要她做很多工 来自社会的爱心 让孩子们得以安心就学 大约新闻旅家家马来西亚马六甲 报导 如果有一次做一个工程 的时候就帮忙 我说一位